因為現在這個所謂的台獨論 大家也說一直在發酵 然後賴清姐就講說 以後就不要再質詢這種個人立場的問題了 然後她也說這是總統的職權 她沒有愉悅 可是現在看起來這個言論 的確是引發了很多的爭議 真的會讓兩岸關係緊張嗎 甚至還影響到美國嗎 有這麼嚴重嗎 其實如果講台獨 台灣任何人講台獨 從中國角度而言 任何時候都不是適當時機 絕對不會有適當時機 對 她的言聽到這東西就刺耳 所以一定要出來罵 甚至還講說 這個環球時報還講說 這個板子拿來 刀子什麼東西都要拿 恐嚇的東西都拿出來講了 其實賴清德其實在質詢的時候 他回答說 他是一個務實的台獨主義者 那時候是在問他個人的政治立場跟看法 其實瑞仁兄講得好 其實賴清德其實可以不用回他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會 很多人給予肯定 或覺得說他有這個勇氣講 尤其是在立法院電堂裡面來講的原因就是說 其實他本來可以迴避的 可是他還是把他的立場講出來 我相信你如果再問他 他還是會堅持他這樣的立場 那很多人說這不是總統職權嗎 你講這個是不是該遇到總統職權 我覺得總統府也有回應 我不認為他們兩個之間差距有這麼大 只是說兩岸關係在發展的過程裡面 對岸會不會用這個當藉口 當理由 比如說最近 有可能 在金門要辦一個小三通 他用這個說 那我們都不來了 表示對於賴清德的一個什麼樣反應 這個我得提醒 這的確會有一些副作用的 比如說 可是有些時候你來看 你就會覺得說 就算你不講 人家還是會把你過去的行為拿來看 所以我覺得賴院長與其那樣回避 不如就像目前這樣子來顯現 如果從民調上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說 對行政院長賴清德未來表現 其實是6%61.5%的人是有信心的 也就是說他剛上台的時候 其實民眾對他的期待是滿高的 雖然這個民調做的不是最近做的 不是說他講了所謂台獨主義者 而是之前 可是我覺得這個期待感是很高 那連帶也帶動了蔡總統的滿意度到34.6% 不滿意度下降到48.7% 這個差距算是歷次以來做比較小的 那可是對新內閣名單不滿意的 其實是比較高的 有31.4% 滿意只有39.4% 也就是代表說 對未來是不是有內閣改組的空間 這個我們還可以再觀察 那不過從這個民調上來看 至少他對目前政府的執政是打了一個強心針 這個當然有學者說是印度神油 印度神油 他講的 所以一插就見笑了 他意思是說這效果非常明顯 只是說可是這是一時的嗎 蜜月的效果嗎 因為新人新政 還是說他是長期對這個政府的施政 其實會有一個提振效果 我覺得這還在觀察 不過至少在立法院的感覺 其實已經跟過去林權院長的這個風格是完全不同 賴院長是直來直往 你如果再問他 他搞不好這樣回 所以他才說 你們就不要再問我 反正我已經講過了 對於藍營而言 他當然會覺得說 這搞不好是個機會 透過這東西來攻擊說 你跟總統的調子是不是一樣 你這個所謂台獨說 會不會讓兩岸關係緊張 我會覺得說 這是一時的攻擊 因為長期而言 大家還是想要看賴院長 他施政的作為 我覺得民眾期待這麼高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賴院長 其實應該好好珍惜 好 民調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我先請教一下 任俊哥 就是兩岸關係的部分 真的因為賴清德在立法院這樣子說 所以現在已經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了嗎 而且甚至 有人說是碰上最糟糕的時機 甚至還會影響到美國 其實我覺得 當然這個話一出來之後 引起很多的討論 你看得到 其實是兩個不同方向的一個探討 第一個當然是 中國大陸他對於這件事情 他的回應 第二個是國內的輿論 或者是民眾 或者甚至是在野黨 他對於這整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先講就是說 其實以在野黨來講 你看他現在一直在挑的問題 其實不是在兩岸之間會產生什麼 他挑的是行政院長 隔魁的職責 跟所謂總統之間的職責 那這個就屬於是內部上面的爭議 那你如果講說今天這個 對於國民黨來講 或者對於兩岸關係 真的產生一個很大危機的話 那國民黨應該主打的是這一塊 應該主打的是說你在兩岸裡面造成這個很大的這個強烈的危機 導致台灣可能會陷入到這個很空前的恐慌之中 但他不打這一個 他不斷的希望是擴大了是所謂的總統跟內閣之間的這樣的一個矛盾 所以某種程度我覺得就是說對在野黨來講 他打這件議題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回來看兩岸關係 是不是因為賴清德所說的這句話 就導致了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當然我們也認為就是說 當一個行政院院長在立法院被詢 打詢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所謂個人立場的問題 因為你今天就是一個院長的一個身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當賴清德說了這個話之後 那接下來府方的這個回應 包含陸委會對於相關的這樣的一個回應 其實還是回到他的基調裡面 就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至於對於後面這個賴清德 你看他在接受訪問或者在講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到相對的 他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認為他某種程度 他盡量不要把自己的問題 自己的這個主張放到這裡面去 所以他一講一句話講 就是說你如果要問我 我就只能回答 那我不能夠不回答 我覺得這個是長期以來立法院裡面的互動 那第二個就是關於兩岸關係的部分 是不是因為這樣就陷入到空前的問題 那中國大陸不是沒有回應 事實上馬曉光就是我們國台 他們國台辦的這個發言人 他也做了一個回應 那我比較看待的 其實可能跟國民黨方向會有點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你過去看在前一段時間裡面 也就是在六月之後 事實上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政策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他有一個做法 有一點在改變 也就是九二共識的這件事情 以前是國民黨一直喊 但是過去有幾個月的時間 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裡面 可能在中國官方媒體 比如說像環球時報 他其實拋出一個訊息 就是說中國大陸他不再接受你的所謂個表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只接受你叫做一個中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管是一帶一路或者其他的方面 他要求其他的國家只能接受一個中國的這件事 他不碰九二共識了 所以在那段時間我們一直在觀察 就是說你看那個為什麼講這個時間很重要的地方 是因為在六月七月的時候 民進黨內部也拋出了一些 比如說賴清德的這個所謂的親中愛台的這個說法 那比如說民進黨也有立委自己用個人的相逢 都個人啦 就個人提出來講說有條件接受九二共識 可是那個時期中國大陸是緊縮的 那你如果再去找馬曉光對於接受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再往前找也只有在六月份 六月份之後都沒有 什麼時候再提出來中國大陸能夠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在賴清德的說法完了之後 由這個馬曉光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又再度提起來說中國大陸可以接受九二共識這件事 那其實你就可以回來看 他其實回到的是他的底線 也就是說在這件事情上 他可以接受一件事就各自表述 九二共識對我們來講 不管你接受或不接受 有一個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馬英九就在這裡吃了虧 馬英九只講到一個中國 沒有講到各自表述回來被罵得要死 可是當中國大陸現在告訴你 講說九二共識的時候 你看總統府方面的說法 陸委會的方面說法 其實都是在告訴你說 那中華民國他就是主權獨立 那現在在台灣 那台灣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 為什麼輿論或者是 其實你看有一些學界或觀察兩岸的人 他認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次的事件上面 是比較傾向於軟處理 而沒有用硬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講說他現在在觀察 因為十九大的時候習近平 他到底未來他的接班佈局怎麼樣 可是你可以看過去這一段時間 事實上他已經開始在佈局了 如果今天賴清德這個事情 嚴重到會造成兩岸裡面嚴重失分的話 你覺得以國民黨這麼神通的廣 那個廣大的神通 他會不知道中國大陸的態度嗎 那如果要打你就打兩岸關係就好 幹嘛在這裡一直不斷的去挑 就是你總統跟內閣之間的問題 我再講一個 總統跟內閣之間 雖然我們現在講說雙首長 是大家認為有一個混沌 有一個這個很曖昧不明的狀態 這兩個人撤得好就好了 你們現在在那裡發修是要做什麼 我覺得大家希望看到的是一個 總統跟內閣跟我們的格魁 可以保持一個好的互動 我覺得你從民調裡面看 剛剛薛老師拿出來的那個民調 事實上就是告訴大家 民眾其實對於現在這個方式 他不認為說你今天有嚴重到要互打 當然這個後面他必須要驗證 就是說你其他在這個重大的法案上面 是不是跟過去一樣 他有呈現雙頭馬車的狀態 或者執行不利的情形 可是我覺得在這整件事情上面 兩岸的關係 因為中國大陸有過回應 賴清德完了之後 其實府方也有回應 然後包含陸委會也有回應 我覺得大家雙方都在一個 比較克制的一個狀態 所以現在這個事實 我也講真的 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中華民國在台灣 國民黨你敢反駁嗎 你也不敢反駁嘛 那何必在這上面一直不斷的挑呢 又何必在那邊挑這些 不過現在新黨是邀國民黨去聲討賴清德 他說反讀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 甚至還說搞不好要告他 但是對於這整個事情 柯P又怎麼看 他說賴清德跟總統要先喬好 這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沒有喬好嗎 還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柯文哲要先跟民進黨喬好吧 為什麼呢 你先顧你自己吧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賴清德就是蔡英文所任命的 而且目前看起來賴清德接任的這幾個禮拜 整個包括民進黨的民調跟他個人的民調 跟他蔡英文的民調都是上升的 那就表示行政院跟總統府之間現在沒有漢格 就兩邊之間沒有副槍撤走的問題 那你那麼關心人家幹什麼 現在行政院跟總統府現在的體制之下 不管你是什麼總統制 雙手掌制 現在的制度之下 兩邊並沒有漢格 並沒有任何等於說自愛難行的地方 所以事實上我想從民調裡面 民調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等於說參考數值 所以柯文哲可能自己要多關心一下 自己台北市的市政 那麼除此之外 其實民調也可以 其實我們從講 民調事實上只是一個參考數值 然後但是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也就是說賴清德來了以後 之前這一年三個月 因為林權組閣的關係 所以造成大家很多的看法 尤其老百姓非常生氣 一開始是獨派而已 後來連民進黨的基本的死忠支持者 都不滿了 那麼緊接而來 中間選民也不賣帳了 可問題是賴清德來了以後 賴清德個人的民調是高的 可是他內閣團體是低的 那就表示什麼 就帶領頭羊是好的 可是他下面又沒有換 所以事實上 應該在這個立法院的會期 告一段落以後 我覺得應該要重新打分數 不合格的 不及格的 過年前後還是要換掉 因為這些幾乎都沒動 我想坦白的 一群羊不會因為領頭的人 變成狼 這群羊就變成狼 那如果對不到 你可以發現賴清德 那個見極旅集的個性 他很記憶 所以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他有時候就自己跑去做了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沒有辦法跟著上腳步的 還有一天到晚惹麻煩的 有些事情現在應該塑造的 不是說我就要改革改革改革 我個人的理念是怎樣 現在要塑造是民眾的確信 在這個地方至少我先感謝一下 賴清德院長跟蔡英文總統 我所宜在在電視節目上面 就不斷的呼籲的 國慶日領取假期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收費了 夜間也收費了 我講坦白了 這是我呼籲的 他們聽到了 我用賣掉 我說他們 我沒有夜間要開車 但至少很多台灣人民的民眾 他聽到了 然後院長 行政院長願意 他直接下令 雖然表面上是由你家當部 但事實上是行政院長 所以你有沒有苦名所苦 不是出來宣布是家當部長就這樣 後來不是那個賀成蛋不是出來 繼續講 那也是我同一時期說的 橫向國道 尤其是中南部 人家的影響很大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 每天高速公路20公里免的收費 現在也宣布了 對不對 也宣布至少三年之內不可能 這個就是你在還沒有帶給大家 靠在那裡越來越白 這種情況下 至少給大家一些小幸福 小倔幸 累積很多的小幸福 那麼就是大幸福 所以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而不是說我特別這樣做 我應該這樣做 很多過去一年多以來 我們看著頭很痛的原因是因為 包括建築物超過二三十年以上 什麼 什麼你要賣房子 你要幹什麼 還要經過全體住戶同意 開始開什麼玩笑 你要全都 那什麼可能 台灣有那麼多的公寓房子 老房子 那要經過大家的同意 我才能賣 那個就是一種學者的那種理論 理論跟後來會造成很大的民怨 是不一樣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還有提醒一點 所有的新內閣的這個 等於說所有的不成熟的案件 不成熟的Case 不能在隨便就這樣 砰出來的以後 又造成民眾的嘩然 然後大家的反感 這個是新政府 尤其是賴清德 一定要做到的地方 那 我也 有 那